大家好 这个章节给各位带来一个新的知识点 就是用Avada主题自带的一个portfolio 一个模块来做商品 做产品 在我们的Avada主题教程里面 之前用WooCommerce做过产品 但是Avada主题 它是一个既庞大又复杂的一个系统 这个WooCommerce呢 虽然它是免费的插件 但是它也过于复杂 如果我们只想做一个2B的网站 也就是我们的网站是面向商业用户的话 只需要放一些产品展示和一些描述视频 还有表单之类的 有没有其他简单的方法可以实现呢 当然可以 那就是用Avada主题自带的portfolio 我们先看一下效果 这个是portfolio做的产品列表页 或者叫产品分类页 这个绿色的翻转图片是可以去掉的 这是一个产品详情页 下面还没有内容 这是横向图片的 这也是产品详情页 这是纵向图片的 上面图片是一个slider 幻灯片 这个幻灯片也是自带的 并不复杂 然后下面有一个type标签选项卡 有产品详情 产品规格 还有产品视频 然后最后一个是联系我们 是个表单 然后左侧是侧边 有一个搜索 再加上产品的一二级的分类 简单的说就是这样的 但是真正要是做成这样的话 要做很多自定义的处理 虽然几乎不用修改代码 但是它的操作逻辑还是挺新奇的 我简单的说一下思路 我们下节课正式开始讲 产品详情页用的是portfolio的详情展示页面 这都是 有多少个产品就要创建多少个portfolio的 单文章页面 然后这个产品的分类呢 它是用页面做的 比如我们有三个大类 那需要做三个页面 如果第一大类里面又有三个子分类 那么每个子分类又要单独创建一个页面 这个左侧的侧边栏是唯一的 除了这些我们还要做很多小细节的处理 那么我会这么讲 我会先把当前这个网站reset掉 就是卸载 恢复wordpress的出厂设置 然后重新导入一个空的 Avata主题的demo演示站 我们从头来做 因为现在是一个半成品 你那看到的可能跟我这看到的不一样 那么为了避免遗漏 我会从头跟大家讲一遍 这个纯净的demo演示站 你那和我这看到的都是一样的 设置也是一样的 我当前用的Avata主题版本是6.1.2 wordpress是5.3.1 复位和安装demo演示站的内容 我就不演示了 下节课从正式修改portfolio做产品开始 这节课就到这里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